一把小刀突然刺破女孩的帐篷 慌张的女孩开始手忙脚乱 可下一秒直接扎进大腿 坏人撕开一个口子准备进来 二翠尝试要逃跑 却被一把抓住头发 反手将手臂按住 接着将女孩丢进帐篷 开始翻找他要的东西 于是二翠拿起身旁的武器 对着男人的身体疯狂地酷痴 并再次拿起刺刀 朝着男人猛扑过去 不料用力过猛 背包和身体都差点掉下悬崖 只能牢牢抓住男人的衣服 接着用刺刀插进男人的大腿 二翠抓住衣服丝毫不敢松手 可一上来脑袋却被按住 于是二翠拔出大腿的刀割断绳子 身体顺势往下掉 好在双手抓住帐篷的边缘 二翠尝试往上爬 可上面的吊环正在松动 等二翠准备够着时 没想到绳子突然断裂 吓得二翠得贴在墙壁上不敢动 这时上面的丧彪突然下来 小脚一蹬直接抓住手 二翠当即一脚把他踹抬 丧彪立刻拿出刀把二翠的大腿划破 二翠想伸脚去传 没想到丧彪一把抓住 男人询问相机在哪里 二翠当即和他说在洞穴里 等丧彪放开二翠 一只毒蛇却在里面 手臂一下被毒液腐蚀 可丧彪要的相机里面是什么 原来不久前 丧彪不小心把他的闺蜜杀害 女孩被身后的坏人一把抓住 他想呼救 却被紧紧捂住嘴巴 而尖叫声把附近的二翠惊醒 可丧彪直接来到女孩面前 一拳呼在他的脸上 女孩的身体直接落到悬崖下 此时丧彪等人不放心 看到还奄奄一息的女孩 同伴当即报警把女孩救下 可丧彪却拿起一块石头 直接用匕首阻止了要拦他的人 告诉他女孩要是就不活 那他就要被判故意杀人 于是男人再次石头 朝着女孩的脸上砸去 并将石头递给了同伴 让他们也成为帮凶 还血液染在一旁不敢动手的小黑 这样被发现也逃脱不了成为帮凶 随后丧彪将女孩手指中的纤维去除 就在他要毁尸灭迹时 被惊醒的二翠已经来到现场 并将这一幕拍下来 可他的一声惊叫成功吸引了丧彪 于是几人开始疯狂地追逐 险些把二翠抓住 好在二翠躲在一处石头外 暂时性得躲开他们的追捕 他回到住所拿上行李准备逃跑 却又被这群人发现 二翠一路狂奔 来到了一处岩石上 凭借着常年攀岩的技巧往山顶爬 但后面一个男人紧追 下一秒抓住二翠的背包 于是二翠一顶将他撇在身后 随后继续往上爬 可男人还在穷追不舍 二翠立即踩中他的手指 男人直接掉到了底下 而这让丧彪更坚定要把二翠送去西北 此时二翠看着还没上来的丧彪 开始做短暂性的休息 可他脑海里不断出现好闺蜜的样子 于是二翠要继续爬 要让丧彪他们绳之以法 不料遇见一只毒蛇 好在毒蛇也是母的钻回了洞里 随后二翠继续朝上爬 然而二翠此时却遇到麻烦 他要勾到对面的绳子 稍微失误就会隐恨西北 二翠此时内心有些崩溃 但突然他想出了一个办法 女人将背包的毛线咬开 接着慢慢地抽出 先将他履直 并弯成一个小钩 脚底缓慢地靠近 稍有不慎就会摔得粉身碎骨 没想到居然勾到了 于是女孩紧紧地拉着安全绳 想起了曾经男友交给自己的动作要命 可当二翠想要继续往上爬时 没想到丧彪已经在上面等他 二翠丝毫不肯发出声音 而丧彪知道女孩在下面 将绳子扔了下去 让女孩把拍他杀人的相机拿出来 就放他一马 而二翠用铁丝把绳子勾过来 等他们把绳子拉上来时 却只是一张纸 随后二翠开始包扎受伤的手指 接着将安全扣扣在环上 将帐篷做成一个简易的吊床 等丧彪离去 可丧彪把行囊装满东西 接着朝着下面丢 下一秒 丧彪立刻俯下身 看见了被挂在空中的二翠 于是立刻将绳子割掉 好在二翠及时抓住岩壁 接着再次钻进帐篷里 这时丧彪的小弟爬下来 经过一番争斗 却被丧彪躲过自己的项链 二翠再次掉下来 但二翠的帐篷已经掉下去 而小弟在背后偷偷议论着丧彪多此一举 于是丧彪蹭着他撒尿 直接把他送去西北 这一幕被下面的二翠发现 等同伴醒来 丧彪就和他说小黑先回去了 同伴将信将疑也想早点回去 于是顺着蓝绳劝说二翠 把拍他们杀人的相机交出来 就放过他一马 可二翠和他说出 如果把相机给丧彪 丧彪将会把他们全杀了 于是小黑拿着 没内存卡的相机给丧彪 却被丧彪发现里面没有存卡 下一秒就把男人放倒 接着将汽油点在他的身上 一下把他推到悬崖下 而丧彪要亲自下去解决二翠 经过一番争斗 二翠趁机命中丧彪的命令 丧彪想要求救 而二翠直接踩中丧彪的手指 成功帮他的闺蜜报仇 可再也回不到从前 但生活还要继续 海苍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